從畫面上可以看到一輛白色轎車 突然從外側路間奔駛而過 正要進入隧道時不慎擦撞隧道口 導致整輛車飛了起來 失控往前衝 再擦撞到隧道壁 這才停了下來 旁邊駕駛全看傻 索性車子爆衝後 沒有波及其他車輛 再來聽一段訪問 一試駕駛不安等候 那在前面 隧道前行駛路間的時候 一直行駛到隧道口 變狀及隧道口 那該車便持續 與隧道牆壁擦撞 到一定的距離停止 自撞意外就發生在 國道五號雪山隧道 北向二十八公里处 一號晚上六點多 國道上車輛多 駕駛疑似為了超車 快速行駛在路間 不慎自撞外側隧道壁 導致車子失控 索性駕駛只有腳步擦傷 車內另一名乘客則沒有受傷 不慎船 玩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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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樂